大家好我是數位小兔的易如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魔爪的魔杖 它是世界上第一款結合了單腳架和電動滑軌的攝影器材 那我們現在就來幫大家開箱介紹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幫大家開箱內容物吧 裡面有說明書一個 還有Type-C充電線一個 轉接座一個 桌上型支撐架一個 雲塔一個 木頭手柄一個 最後就是我們魔杖的本體啦 魔杖它的最短長度大約58.5公分 我們現在來教大家如何把魔杖開機吧 長按按鈕3秒鐘 它就會亮綠燈 然後這邊是升降按鈕 按加它就會往上 然後多按一下它就會更快 它的最長長度大約99.6公分 然後你想要往下的話就按減 想要再讓它更快的話就再按一下 這樣本身大約750公克 垂直可以承受大約9公斤的重量 水平載重大約4公斤 本身很輕卻可以承受 比自己重好幾倍的器材喔 然後它充飽電之後 可以提供2小時的供電 也可以邊充電邊進行拍攝喔 現在我們來幫大家把雲台裝上去 放鬆旋鈕 然後卡上 轉一下就固定囉 也有第二種方法 是先把旋鈕鎖緊 然後再卡上 就固定囉 裝上優雅雲台之後就可以變成搖臂 各種角度都可以喔 還可以滑龍走 它可以搭配剛剛的伸長功能 雖然它的行程距離大約只有28公分 但對於拍攝靜態畫面已經算是非常夠用囉 這是今天魔杖的開箱介紹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可以幫我們追蹤加訂閱喔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掰掰